死生 有那么一瞬间 足够了 等等 校长哥哥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认识我 老是告诉过我们 校长哥哥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人 给我们的学校 捐了很多很多钱呢 老师还说 我们以后 也要做像校长哥哥一样 对人们有帮助的人 真棒 我相信你长大之后 也会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校长哥哥 你怎么不出去啊 因为 因为 外面有人在找我 你也在和别人玩 捉蜜糖吗 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好啊 我们 一起玩 好 开门请我啊 快 客队 刚刚老师点过名了 就差一个小女孩 进去以后就再没出来过 我们怀疑 被肖母门扣去当人质了 那不 对 对 冬月灵 帮我拿着 周思月 如果你需要人质 我进来 请把孩子放了 不要怕啊 你们是谁啊 有些是警察官 没有 那边也没有 你告诉我 刚才你们在里面 做什么了 我和哥哥在玩 沙子捉人的游戏呢 捉到谁就要把这个纸条给谁 你 安妮 我在天台等你 照片过来 我要见的是安妮 都给我退后 安妮 你看 阳光 像我这种人 最缺的就是 这种看上去刺眼 可照在身上 却能使周身 瞬间温暖的阳光 就像一个人 被困在 身不见底的冰窖 很久很久 可当他获释之后 可当他获释之后 照在他身上的 低缕光 今天我之所以把你引到这儿来 就是想告诉你 曾经 我在这里 被内疏光打动过 他照进了我的心里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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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生 有那么一瞬间 足够了 等等 肖木恩 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周思悦 我今天站在这里 代表的是一位人民检察官 代表的是被你破坏的 支离破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 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去死 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 你就从那儿给我下来 跟我们一起回去 承担你应有的法律责任 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向你们低头 你们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当我痛苦无助的时候 你们有让我学好 给我活下去的路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那些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 因为他们相信天上会掉线路 可是他们想不到贪婪 恐惧 盲从 就是脚下的陷阱 请你不要在这里 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 谈判专家那套 别用在我身上 想要抓我走 可以 必须得是你安妮来说 而不是检察官安妮 是你 好 我是安妮 我不希望你死 我希望你能够活着 可是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你既然连死都已经不怕了 那我们肯定也拦不住你 但是作为朋友 我希望能够跟你进行最后一次的道别 你 周思源 你敢下来吗 你这是干什么 你耍我吗 你难道忘了 当初在我家你是怎么把我推开的 我永远会记住你当时的眼神 你充满着厌务 你 就像我 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 你当我傻吗 不是这样的 你误会了 我当时只是害怕 你不要骗我 我没有骗你 周思源 从那儿下来 跟我做最后一次道别了 你敢不敢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 我给你帮我 你不能帮你 你在家 我让你帮你 我帮你 一家 我帮你 你什么事 我 你 我们 那 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